虧麻了 5500拿的现在已经跌到5000了 我们现在已经改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人家配一个盒子 保护套都是配好的 现在机器我们刚查询的 还是微激活的一个状态 开始激活 来激活这个蓝牙设备 去掉手机壳 设备是什么样子的 卡是这样的 然后这是充电的地方 这是装卡的地方 这SIM卡微插好 我们现在开始适配蓝牙盒子 这个好的一点是不需要卡贴 我们直接把手机卡放进去 缺角对着缺角 芯片朝上 在这里推进去 然后打开这个开关 这里如果跳绿色的 就是说明卡装好了 如果这里红色的 就说明你的卡没有装好 我们选择这个运营商对应的代码 每个手机版本不同 输入代码不同 输入完加载FCC即可使用 现在开始加载FCC 现在加载FCC完成 刚开始它出4G信号 等过一会稳定了 它会跳5G信号 现在来测一下网速 它已经出5G信号了 相当于100到200M宽带 大家看一下 确定这个是个有锁的 A1-BAN E-SOO 电信 E-SIM 4000多的15 Pro 我先用上了 我是被迫用上的 我自己先整上了 看一下信号 我先用上了 我先用上了 我先用上了